內地新一輪疫情持續 星期二新增17宗本地確診 其中13宗與自駕遊群組有關 而星期三就再新增至少10宗相關個案 包括河北首次有感染 他們去過北京的宜和苑旅遊 汪俊康報導 河北營台星期三通報 新增兩名本地無症狀感染者 上個星期四和另外一人去北京 前往早前豐台區確診患者的家 四個人星期日再到宜和苑遊玩 營台部分小區已實施封閉管理 相關區域展開全員核酸檢測 甘肅星期三亦通報新增四宗本地個案 其中三個患者來自蘭州 一個人來自張奕 他們都是自駕遊群組的密切接觸者 寧夏同日通報有三宗新病例 兩宗來自吳宗市 兩人曾經與吳宗市早前的確診者 去過內蒙古押制納旗同一間餐廳 另外一宗來自銀村 亦是與自駕遊群組病例有關 至於貴州遵義 亦新增一名無症狀感染者 患者曾經與遵義早前的確診者 去過重慶旅遊 內地自駕遊群組有關的個案 目前已經遍佈內蒙古、甘肅 和北京等至少八個省市 但感染源頭仍未明 有線電視記者王秦漢報導